香港賽馬會聯同英超競女曼聯 以及香港足球總會 推出一個名為 觸動潛能足球運動啟發青少年發展計劃 這個計劃分兩部分進行 分別是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體能測試 以及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 好讓年輕人在體能、社交、心智方面 取得均衡的發展 其中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 目的是要將國際足球訓練水平帶入學校 向14間本地學校的足球教練 傳授專業的知識 藉此在教授學生 馬會在今次活動推廣之中 分別邀請了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先生 曼聯行政總裁李察雅樂先生 曼聯亞太區行政總裁李傑文先生 以及香港足球總會副主席貝君奇先生等等出席 試次計劃得到曼聯專業的技術和體能培訓 其實對香港的青年人是有很大的幫助 而香港體育學院精英訓練科技總監 蘇智雄博士亦都很認同 這次這個體質能測試計劃 得到曼聯足球學校幫忙的時候 就會好很多 好很多的原因就是 它的測試系統和測試方式 他們已經用了很久 他們知道哪些測試 在足球來說是會比較適合 另外就是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數據庫 這個數據庫就會令到測試完之後 運動員或者我們的足球員 可以即時知道究竟他現在的水平 是不是已經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水平 又或者是跟那個所謂好的水平相差多遠 所以這個整體都是體能和測試的幫助 另外出席的還有曼聯足球學校總教練奧拜恩先生 其實他有一個先教教練再教學生的概念 而他又認為在足球活動之中 社交是一環重要的發展 是很重要的讓球員有正確的個人性 所以我自己在工作上 會真的幫助年輕人 發展到他們的足球的知識 和他們的足球的應用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足球上 是社交的發展 沒有任何人可以工作在一組 有隊友 有好日子 有不好日子 有好日子 學習從錯誤 那些社交的發展 是很重要的 聽完奧拜恩教練的意見 不如就問一問曼聯行政總裁 李賊亞洛先生 聽聽他對今次的推廣活動 有甚麼期望 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在香港的職業 使他們能夠達到最高的能力 我認為這策略的建築 是為了職業、教練 是為了所有技能 都會看到他們的足球的能力 都會發展 我認同香港的職業 我們都會看到這策略的建築 香港足球總會 亦都是合辦機構之一 但足球總副主席貝君奇先生 就認為在香港推動清訓 有這些難題 我曾經負責過足球總會的清訓 難度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場地問題 香港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還有一個資源問題 在香港足球圈貢獻多年 不知道貝先生 對於有志於向足球發展的年輕人 有甚麼忠告給他們呢 我亦都寄望青少年 有志於成為職業足球園 或者作為一種嗜好 都是要努力的 都要全力以赴的 兵不言棄 這都是體育精神